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 Honray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我们先来关心这个台风的动态 目前台风的中心位在澎湖的东北方 大约7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每小时26转31公里的速度 朝北再往东北的方向前进 也就是说,在明天的清晨 台风中心就会非常靠近马祖地区 提醒马祖地区的朋友们 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态 目前它的7级风暴风圈大约是280公里 10级风暴风圈略微缩小,大约在70公里 它的中心强度有过去三小时是略微减弱的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降雨的状况 刚才提到台风目前已经进入到台湾海峡上空了 目前在它西半侧基本上对流没有那么旺盛 但是在它的东半侧对流还是相当的旺盛 所以目前在东半部的降雨都还是持续的 另外因为它进到台湾海峡的部分 目前中心正在重整当中 也开始有一些对流云系 开始影响到中南部地区 提醒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接下来开始要注意这个台风造成的降雨 接着为各位说明分区的重点 南与绿岛还有南部的花莲台东刚才提到 已经有破坏性的强风出现了 今天晚上的风雨就会逐渐小下来 但是在宜兰北部的花莲还有北北基 今天晚上强风好雨还是会持续 尤其是风力的部分 明天清晨才会逐渐的小下来 桃园以南的区域强风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 那今天晚上雨势才刚刚要大起来 普遍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好雨发生 澎湖因为目前还是距离台风中心比较近 强风大概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才会小下来 另外在马祖的部分 最开始提到就是明天这个台风的中心 尤其是清晨的时候才会比较靠近到马祖地区 所以马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个台风造成的强风现象 这个台风目前都还在持续侵袭着我们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 尽量不要外出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动态说明